长期以来 美国陆军都梦想研发一种远程火炮 能让炮弹精准命中1800公里外的目标 这样在战场上既不受制于航空兵又不违反中岛条约 还能摘掉三等人的帽子 但想到20年前研制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时 打了130亿美元的水漂 这次美国陆军采用保守策略 利用现成的大炮来研制一款惊人的战略远程加农炮 SLRC 如果要让射程达到1800公里 则炮弹大部分时间都在大气层外飞行 接近真空弹道 顶点高度大约450公里 载入速度约13马赫 这就要给炮弹装上火箭超燃冲压组合发动机 利用较大比冲在大气层内持续加速 最终以超过13马赫的速度离开大气层进入中段飞行 载入时靠GPS引导 使落点的原公算偏差保持在30米左右 即可达到SLRC的设计指标 这么一想问题就简单了很多 首先是找一个大号火炮 而冷战时期研制的 用来发射3800吨 TNT当量核炮弹的M65型原子炮 口径280毫米 炮身长12.2米 全重85吨 可将270公斤重的核炮弹发射30公里 这正好可非无利用 将其改进为战略远程加农炮 于是不费吹灰之力 八字就有了一撇 接下来只需要利用该火炮 大约每秒1000米的出塘速度 研制一种280毫米的火箭超燃冲压增程炮弹 这个炮弹看起来像锯掉翅膀的米隔21 前后有折叠的弹翼 出塘后就会展开 其中前翼靠GPS引导套件驱动偏转 实现精准制导 弹体内部也较为简约 就是大桶套小桶 前端是个尖锥 里面安装GPS接收机 运算单元和单翼墮机等构成引导组件 激波锥的后面是一坨带乌合金药型罩的高爆炸药 再往后是含蓬的高能品氧固体颗粒推进剂 作为冲压发动机的燃料 最后是一节固体火箭发动机 两个桶的尖锡构成了超燃冲压发动机的进气道 燃烧室和尾喷管 炮弹出塘时速度略低于3马赫 折叠的单翼展开后 尾部的火箭发动机也随即点燃 工作十几秒便让炮弹加速到接近6马赫 这时火箭发动机燃进 重量减轻了不少 同时头部的激波锥在尖端和后面折角处 形成的两道圆锥形斜激波 扫过进气道唇口 6马赫的来流穿过激波时 被两次压缩偏转 最后贴着激波锥的边缘 以3马赫的速度进入进气道 这些压缩空气顺着套筒间隙向后运动时 一部分将从旁路跑进贫氧推进机后面的初级燃烧室里 点燃形成一定压力的可燃器 这些可燃气体又从初级燃烧室里喷射出来 在管道里和3马赫的压缩空气混合 并像12级台风里画火柴一样被引爆 暴溪处的冲击波向前后扩散 对可燃气进行绝热压缩 形成跟随击波扩散的燃烧薄层 此时初级燃烧室的阀门不断增大或减少燃气压力 以控制燃气击波的速度 使之与进气道里的气流马赫数相同 于是火焰前锋向前传导时 就会相对燃烧室静止 形成稳定的暴燃区 由于寒蓬的高能贫氧推进剂 热值可达到每立方分米50兆焦 同时可燃气的压力及混合比能够调节 使燃料比充达到每公斤1万牛秒 能推动炮弹在火箭发动机熄火后 继续以较长时间持续加速 最终炮弹在离开大气层前 速度超过13马赫 向弹道顶点飞去 如此看来要研制战略远程加农炮并不难 但进气道内3马赫的气流速度 只是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马赫数下限 炮弹在爬升中马赫数不断提高 而空气密度又不断减小 造成初级燃烧式的可燃气阀门调节速度 跟不上进气道里气流马赫数及压力的变化 无法精准控制混合笔 造成燃气激波忽快忽慢 使爆燃区震动起来 随时都会当场熄灭 在经过大量的艰苦试验后 美国陆军终于忍无可忍 宣布大炮研制计划告吹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行百里者半九十 无论是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 还是战略远程加农炮 都是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 看来三等人这个铁帽子 还要继续扣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美国陆军头上